台中吃美食逛商圈 异国风情玩法 刚刚总算要逛景点了 小兵说这大龙路商圈这里 居然有得过奥斯卡的景点 哪个地方那么厉害啊 我想这个景点一讲出来 大家一定都听过 就是这个秋红谷 秋红谷 对不对 这几年非常非常红 因为当然第一个 它这个交通方便 自从这个台中捷运开了之后 它就在市政府站的旁边 走路就可以走到 然后当然自己要开车去也很方便 那为什么说它得过这个奥斯卡奖呢 因为它曾经得过建筑界的奥斯卡奖 就是这个世界不动产联合会颁发的 全球卓越建筑首奖 在2014年的时候 因为它那时候 它的腹地很大嘛 大概这个三公顷 它是全球 然后也是我们亚洲首创的一个 夏凹市的这个公园 对 那它整个地方 它有一些什么人造的湖泊 这个人造的桥 还种植了很多这个 当然绿地是一定有 对 为什么叫秋红谷呢 它在里面种了很多这个变色的植物 所以像现在秋天天气渐渐变冷 然后到冬天的时候 这些树叶它就会渐渐变色 秋天的红色就出来了 所以你平常在那边这个牵着跟女朋友牵着小手散步 爸爸妈妈带着小朋友去那边玩 对 然后这个或是这个野餐 它都是个非常好的选择 对 当然还有一个就是我刚刚讲的沙漠绿洲 你知道就是台中这几年 因为很多的这个地区 它有稍微规划一下 所以我觉得它规划的挺好的 像我现在要介绍这个地方 它也是一个占地大概有两千余平 它有一个两层楼的一个建筑物 它的建筑物都很妙 它都是用一楼 然后地下室的这样的概念 它可能一楼就有一些这个小商店店铺 然后有小吃的 卖一些小饰品 然后会有一些艺文活动在这边 然后它的重点是它的那个地板 它都是铺了一些碎石子 比较像是自然的那种造景 不是那种砖块 像我们那种排水砖的那样子 然后它在这个园区里面 就种了很多这个绿洲会有的植物 例如仙人掌或是这个椰子树 所以点缀在那边走在里面 你就好像是这周遭 感觉除了这个建筑物之外 然后一片这个像沙漠的一个地方 然后种了一些很多植物 然后就感觉很有味道很舒服 那这个B1的那个部分 就是一些知名的餐厅 然后喝咖啡 吃吃那个小甜点 又可以度过一个非常开心的一个下午 那当然如果爸爸妈妈想说 我不能总是带着小孩子吃喝玩乐 这怎么办 因为这个草务广场 草务广场只是草务道它三点多公里 其中的一小段 因为这个草务道它其实以前是好几 十几年前大概其实就有了 它连串的台中 其实有去过你就知道 它旁边一样林蔭大道 光是散步走在那个草务道 就非常非常舒服了 所以你可以从这个草务广场 一路通到刚刚讲的这个 台中美术国立美术馆 或者是走到另外一头就是柯博馆 它在那边的那个恐龙的展示区 是非常非常丰富的 尤其里面有一个长7公尺 高4公尺的一个机械的那个暴龙 它隔不时还要 跳一下 你就不要被吓到 但是你把小孩子放到那边去 小孩子一定玩得乐不思俗 不同年龄到那里都有不同的收获 而且这条路线这样看下来 你要自然有自然 要市集购物也有 最后还用知识性当结尾 而且这边就是搭捷运都很方便可以到 那么玩了一整天之后 那晚上我们又要来问一下 今天的饭店主 这边有什么饭店呢 刚刚小兵提到像草务广场 还有包括柯博馆 其实那都是看到新台中崭新的面貌 就感觉一个蓬勃向上不断扬起的一个过程 虽然我自己来到一个城市 我还是喜欢去看看它的前世 也就是说旧城区 其实在台中非常的方便 因为像柯博馆前面就叫台湾大道 这边也有10公里免费乘坐公车 各位台中各位好好的利用 基本上坐公车都不用钱 你说什么台湾大道 柯博馆这边坐着台湾大道的车 直接来到台中火车站这附近 也就是台中整个发展的一个地区 这边我们都知道首尔有清溪川 其实台中市区这个地方也有绿川的绿郎道 其实整治的也相当不错 晚上打灯甚至包括圣诞节 不同的节庆 它有各式各样不同的一个灯的展示 而且更重要这边有很多的老屋 最有名的就是以前是眼科 现在卖冰的一个地方 这也是大家来到台中必来的文青集点 其实我们住当然也是在这个地方找 因为它也是一个老屋改造的一个成功的案例 当年就是找我们讲说纽西兰的一个设计师 透过大量的采光 透过大量的绿色植栽 可是搭配起来跟这种所谓的清水模工业风废墟的一个感觉 真的超搭 所以你看到我们的真正的饭店主艾瑞克 有没有 新饭店它一定会去的 站在这个地方你看到 虽然外观看起来很像废墟 可是走进去里面它用大片的落地玻璃 透明窗引进外面的自然光线 在天井的地方你看到全部都是种满绿色的植物 所以走进来你会觉得身心粗畅 然后在一楼的地方柜台后面晚上11点之前 你都可以在这边点免费的咖啡 美式拿铁 就坐在你可以看到像这样子一个书柜前面 另外在这边如果你不想喝咖啡 这边还可以付费的酒吧 在这边喝个小组有跟朋友聊聊天 也是不错的一个选择 那早餐的时候呢 其实虽然我们讲说各式各样的这个餐点 其实都有 所以在这边你可以看到老城区也有不同的一个生活 或是住的一个感受 那这一个晚上 住一晚要多少钱 住一晚 来来 都会不会 所以来到这个地方旧城区 因为旧城区很多灯建筑都晚上打灯 打上灯那个感受都不一样 一个晚上不到2800给各位做参考了 所以刚刚我们两个商圈 一个感觉像在巴黎 一个感觉像在西班牙巴塞隆纳 那接下来的话 来电视墙来看到第三个商圈 带各位去到日本的澀谷 新潮流台中哪里有澀谷风呢 我们要去的就是逢甲夜市商圈 哎呦 盈盈啊 这算是不败商圈啦 对 因为好像所有的人到台中来 一定要去的景点之一就是逢甲 因为这个地方为什么 其实逢甲夜市这个逢甲商圈 它是围绕着逢甲大学跟桥方技术学院 这一整个范围 那为什么说像澀谷 因为其实这里有非常非常多年轻人 可以说是年轻人的集散地 所以所有有创意的啊 有趣的美食 小吃 然后很多就是潮流性的服饰啊 潮流性的东西的商店 都会开在这一区 所以如果逢甲来说 它算是一个这个流行追求者的胜地了 对不对 盈盈这次带我去逢甲夜市 我也有引你们也去啦 我也很有感 我也老了呢 太多好多学生 很多人 而且这次盈盈还带我去吃了很特别的 叫做波壳虾 还有甜点系饮料 给你看 BCR 是吧 好 谢谢 谢谢 我们先吃的 人生是一张单纯票 不是作票 你是战票 我一定会记得买票 不是啦 说真的 在逢甲商圈这么热闹的地方 然后你在这边念诗 这个好像有点奇怪 少女情怀总之师嘛 少女啊 所以你是少女咯 没错 没有啦 这边Slogan很多耶 对耶 好像那两种好看跟难看的 我就是中间那种好难看的 干嘛这样 好Cue喔 不是啦 我知道了 这里就是逢甲那间 很有名的地标啊 是啊 我跟你讲啊 这间饮料店 它除了这个装潢上面 非常有创意之外 它的饮料也非常厉害 也很有创意 马上带你去喝喝看 好 原来我们来到的是 新年来在逢甲商圈 迅速窜红的疗愈性饮料 不只好喝 喝法也很可爱 怎么样 怎么样 很甜甜 好像起司蛋糕喔 是不是 很明明 而且我跟你说 年轻人都这样拍照 嗯 这样子 年轻人 对对对 果然是年轻人 因为我们老人家不是很懂 没有啦 这个是什么啊 我跟你讲 这个就是这一间 很招牌的饮料 叫做芝士柠檬塔 你们觉得听起来很像甜点 喝起来很像甜点 对不对 因为我跟妳讲奶盖很多 可是他们家的奶盖 那个牛奶跟起司的比例 抓得非常的完美 所以你会发现很绵密很香 咸甜咸甜的 很爽脆 没错 来干杯 干杯 干杯 绵密奶盖配上柠檬汁 酸甜滋味真的超级迷人 还有还有人气爆红 喝得到新鲜水果的水果茶 满满的当季水果 给的超级阿萨利 冬季限定草莓雪霜冻 把草莓和牛奶打成冰沙 再加入茶凍 丰富的口感喝起来幸福 一旁还有可爱的装饰艺术 可以互动拍照 心情都年轻了起来 来冯甲夜市吃吃喝喝 饮料买好了 那美食的部分呢 冯甲商圈里面 它现在它的最大的特色 就是创新 所以我们来冯甲的话 其实很多人都很喜欢藏鲜 喜欢去寻找这个 又便宜又好吃的铜板小吃 卤味大肠包小肠还是烤鱿鱼 每家铜板美食都在排队啦 看得我都流口水了 但盈盈说新奇美食 现在流行的是这个 我们来吃虾 可是虾又剥耶 麻烦耶 开玩笑 像我们这种极速的美女 吃虾子还需要自己剥吗 你看 剥光光的虾子 真的 我跟你讲 这个很简单 你把头这样剥掉 好 马上就可以吃掉了 怎么样 好好吃喔 是不是 我跟你讲这里的虾子 是老板每天手工去剥壳的 然后它光虾子的味道 就有原味 玫瑰盐 还有绍兴酒的口味 你这个就是原味的 原味就很好吃了 是不是 鲜甜 可别说当然除了这个之外 来这里还有一个东西是 什么 爆姜蛤蜊 好多喔 我跟你说 先吃吃看... 你会吓一跳 配这个蒜 真的很新鲜甜耶 因为那个米酒的味道好重喔 你很厉害 你会吃 我跟你说啊 这个蛤蜊是老板严选喔 它是来自彰化自然养殖的蛤蜊 所以你看它每一颗都很饱满 很新鲜 对不对 它的做法也很特别 它是用干烧的方式 就是我只有加一点点的米酒 然后大火焖烧 两分钟就出来了 而且它很大一颗耶 跟50元硬币一样大 所以你看它这个水分都保住在里面 对不对 干烧蛤蜊用最纯粹的做法 把肉质的甜和汤头的鲜 都拔挥到极致 下次来到冯甲 别忘了来试试 一口蛤蜊一口虾 新奇的街头小吃喔 听得很好吃喔 又是蛤蜊又是虾 还有这个没穿衣服的虾 听起来很性感 看起来很美味 只是我们刚刚提到冯甲夜市有很多创意美食啊 马老师 除了刚刚影片介绍还有吗 当然啦 冯甲夜市永远都会让你耳目一新 好 现在来到冯甲夜市 你可以吃到现在曼谷最夯的火山排骨 火山排骨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这排骨会火山爆发吗 休息一下 台东吃美食逛商圈 异国风情玩法啦 刚往来到了冯甲夜市啊 真的很多新奇的小吃 马老师说这里曼谷的火山排骨也吃得到啊 对啊 其实我们来到冯甲夜市 大家都知道台湾很多夜市的那种出头 所谓的发明 其实都是从冯甲夜市开始 当然呢 冯甲夜市也是网罗全世界 很多知名夜市 像各位看到的这个泰国来的 现在非常夯的叫火山排骨 发源地叫做Lachata夜市 那在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 为什么叫做火山排骨 因为你看到这个排骨堆成像火山爆发 而且这个熔烟流不是红色的 它其实有泰国的辣椒 还有包括香菜 还有包括柠檬叶 香茅腌制之后所做成的一个排骨 然后堆积成这样的样貌 它有分成三种不同的size 有L的 有XL的 有XXL的 一般如果你三到四个人 建议各位点XL就可以了 因为XL各位看到就是这样的样貌 而且你可以看到建议 因为它是整根的叫做龙骨 就是猪的龙骨 很多人会觉得骨头很多是不是很难秤 其实你会发现它已经煮到肉跟骨分离 所以建议各位最好用的方法 不是拿筷子来吃 直接戴手套用手来吃 有发现那个吃下去包括香料的 酱料的滋味 还有包括肉 整个融入出来到香料里面的感觉 真的让人家爱不释口 那基本上呢 还是要配一杯泰式奶茶 酸喉色的泰式奶茶 配下去配这个火山排骨 因为火山排骨有点点微辣 那喝那个冰凉的泰式奶茶 又有点点压住辣的那个效果 真的是绝配 真的也让人家一秒钟感觉 好像来到曼谷的Lachata夜市 品尝现在最流行的叫火山排骨 太好吃了 这光看照片啊 这些重口味 口水就分泌了 我们的环游世界之旅来到了泰国站 对 那我们那样子逛完逢甲夜市之后 然后也吃饱了之后呢 就有点想睡觉了啦 吃饱想睡 问一下小兵 这边有什么新潮饭店选择吗 我今天要介绍这家 第一个它离逢甲商圈非常近 你走路大概三五分钟就可以走到 所以你很适合 今天这个逛逢甲商圈 傍晚的时候就去那边吃吃吃 吃累了再回来休息一下 然后晚上有点饿了 宵夜场再走出去 对不对 然后你完全不用担心停车的问题 因为它饭店底下自己有停车场 所以你停车问题解决了 就可以轻轻松松放心的逛街 然后停车场上来到你这个大厅 大厅它就有点点时尚的设计感 有点点南洋风味的感觉 更棒的是我们夜市逛久了 脚走了总是会酸 对不对 它有一个免费的SPA泡脚池 就跟我们去做脚底按摩的时候 不是一开始都会一个人一缸一个人一缸 让你自己放水人家帮你把这个水放好 然后脚泡在里面 让你这个脚泡泡热水舒缓一下 当然这个水温是要自己调的 但是你住在这个饭店 你想泡脚的时候 你就可以去那边享受一下 这种也是免费的 免费 而且旁边就有大毛巾 你泡完了之后 这个盖一盖 然后老婆就叫老公说 老公帮我按摩个两下 免费的这个脚底按摩就有了 有了有了 然后当然这个饭店 除了这个免费的泡脚之外 它顶楼还有一个小游泳池 这里还有游泳池 这个顶楼的游泳池 露天游泳池 所以如果你夏天天气好的时候 基本上想要玩水 想要清凉一下 也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还有这个小的空中花园 所以晚上的时候 稍微看看旁边的夜景 也是不错 对不对 你看房间也很舒适 它有这个四人房 有家庭房 有两人房 可以选择 那里面的冰箱里面的饮料 可乐 饼干 巧克力 完完全全都是免费的 自己爱吃就吃 隔天一早 你可以当然不要吃早餐也行 但是饭店的早餐 其实也是不容错过 它是自住室的早餐 最棒的是还有那个 现点现煮的拉面 在这种饭店还有现煮的 对 所以你就算前一天晚上 在逢甲夜市吃很饱很脏了 晚上晚一点睡 睡到十点多 准备这个要退房之前 去吃一碗拉面 中餐又解决了 对不对 省很多 而且这间饭店真的是 CP值相当高 价格 价格 CP值很高 一碗多少钱呢 一碗只要3350块 可以 三天出头 我们必须要讲 因为逢甲夜市附近 其实算是住宿的一级商 是一级战场 很多饭店主要是商务为主 没想到小兵介绍的这间 设施那么多 顶楼还有花园还有游泳池 给各位做参考了 只是印象中的逢甲夜市 感觉好像只有晚上可以去逛 有活动 我问一下小方 那白天的逢甲夜市 白天夜市可以走吗 当然可以走啊 最主要我发现这些店家 他大概11点都有开了 那你会看到像3C店 还有一些我们讲的日系韩系的服饰店 还有韩国知名的化妆品店 美妆品店都在那 你就慢慢的逛就好 那像那种网路最夯的打卡的那种 你看那种甜点店一定有 但是我跟你说像刚刚网婷跟影音去的那一家 就是什么战票啊办票什么之类的 我也去 可是我一看到人多 好多打了卡就 没想到我到 我看到对面一家他整个吸引着我 怎么说 你知道我真的 他就是一个非常非常简单时尚的一个眼镜店 OK 你知道我个人认为很多东西 不要以为我们好像没有那么年轻就不去这些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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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可以有年轻的感觉 你知道为什么 因为我的眼镜全部是黑色的 那可是我这一次我就看了一下 因为有韩戏 韩戏最流行的就是果冻式的箭框 然后再加上金边 对 一马 很逆 很时尚耶 对 好你要你要有的 你要有的气质 你要有的时尚是不是都有了 所以我就 而且他真的是非常评价很接地气的价钱 然后你配一下40分钟就好了 真的耶 快时尚 所以经过小芳这么一提醒你就知道 这逢甲夜市不只是晚上很热闹 白天其实少了一份喧嚣拥挤 但也很美丽很好逛 今天就感谢我们的专家来宾提供了宝贵意见 台中事实上有很多特色商圈 今天精挑细选三个有异国风情的推荐给大家 感谢你的收看 你有金单号 下次见 拜拜 拜拜 呀 好 ап